你要方便查詢啊 可以讓人家下拉 一個點旁邊有一個箭頭 點他一下清單就列出來了 然後 其實這個怎麼樣做清單 我想蠻重要的 因為你很多地方其實 最好是讓人家用選的 選了之後自動幫他帶出好幾個欄位 比如選了編號 選了什麼樣的產品 自動把其他的欄位的資料包含單價包含他的一些其他的資料 自動帶出來 這個地方的話 怎麼樣做一個下拉清單 在做下拉清單之前 你要先產生一個來源 來源通常我的習慣 可以先把 比如編號這個地方先建一個名稱 那個名稱的話 首先 怎麼樣建一個名稱 再來這邊做 那個下拉清單給他來源 第一個的話先把 編號 範圍選取 包含什麼 包含他的那個 欄位名稱 這個的話呢就到什麼了 公式裡面 有一個什麼呢 是 選舉範圍建立 到這邊 有沒有 從選舉範圍建立 那個叫頂端列 頂端列意思是說 他的那個名稱 在頂端列 他到時候會編號變成 一個名稱 下的資料 就是將來 他所指的 那個 這個名稱 就是下面這個範圍 所以特別主要 當然 你要一次 好幾個欄位也可以啦 你把這個整個範圍選起來 量選 公式裡面的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他一樣 可以幫你 建好幾個名稱 那我們現在只需要一個 所以我先建編號 確定 選範圍不要選錯 這個位置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因為這個名稱非常重要 以後蠻多地方 我都會習慣用名稱 比較有意義啦 不然的話你選那個範圍 看都看不懂 除非你切過去 還知道是什麼 東西 頂端列 確定 怎麼知道這個 有沒有建立成功呢 你可以從名稱管理員 裡面 選編號 下面就告訴你說他對應的那個 這個名稱 你的範圍 參照到 有沒有 他會用虛線告訴你這個範圍 如果對那沒有問題 弱了怎麼辦呢 沒關係 這邊還可以再做修改 OK 還可以再修改那個範圍 那做完之後呢 以後一樣 按F3 可以存取這個範圍 前面我們用過 這個還蠻重要的 這裡的話呢 第一步 先建一個名稱 名稱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怎麼建 第的話 下拉清單 清單的話 第二個 請各位注意 在資料 剛剛在公司 裡面有一個叫資料驗證 驗證 特別說 這個 重要的 我有發現 蠻多同學 這個不是很熟悉 地方的話 資料驗證裡面 記得 預設值是任意 請你把它改成清單 我希望呢 這個儲存格 以後變成一個 下拉清單 當然他一定要一個什麼呢 來源 來源意思說 那個下拉清單 哪邊抓資料啊 對不對 然後地方的話呢 就是按F3 說 我資料來源 就是從編號 資料帶過來 那他會怎麼樣呢 當這個 下拉清單 建立好之後的話 幫這一邊 裝單的資料 到下拉清單裡面 概念應該了解 不過我建議 要常用 因為這個清單 建立的機會 我覺得還蠻多的 很多地方我都用下拉清單來解決問題 因為 使用者 去輸入資料 錯誤的機率還蠻大的 下拉一定不會錯啦 OK 下拉 你會發現 001到008 自動就出現了 所以 001 001 00 有沒有 當然另外 他也可以自己打 不要 自己下拉 他也可以自己打 也要OK 所以他可以兩種形式 可以讓他達到那個 怎麼樣 輸入的自動 至少 總比 他要挑哪一個來的好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 務必熟悉 公式 先建立名稱 從選 範圍建立 這個先選起來 從選 頂端列 按確定 確定 從名稱管理員去找 名稱 看一個 有 那再來 資料裡面呢 就是資料驗證 一定單 這邊一定要選清單 來源的話就是 這個 那以後的話呢我們就可以 做出像這樣的下拉清單 OK 那第二說呢 我剛剛提過了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lookup 我要 我希望能夠下拉之後自動完成的話 那當然我可以把它改成用vlan 所以 我習慣性 是會把 這一個工作表 複製一塊的方法是拖拉有沒有 按 Ctrl鍵 的話呢 其實 就是 複製一個新的工作表跟他一模一樣 所以這兩個一樣 不過我只要改成什麼 改成v的函數 所以這邊的話 我幾個乾脆這邊 那個後面 502留置好了 不然 這個名稱跟這個名字 一樣 那我們請各位把這邊改一下 如果 用vlan數 來查詢 那這邊一樣 把剛剛lookup公式 改成vlan數 那四個 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你要查什麼 一樣嗎 有沒有lookup 所以 只要是查詢類的函數 他開頭都叫lookup 你要查什麼 查編號 這個問題 table array 那這個table的話呢 其實中文的意思就是資料表 資料庫裡面會有很多的資料表 不過表格也可以啦 array的話是一個陣列 反正就是一個範圍意思 意思說你那個資料的範圍在哪裡 那記得把 這個範圍選給他 通常我 一樣不會選到 藍圍名 那個 那範圍的名稱不是我們要查的資料 我們要查的資料 實際上就是下面的資料 cumber 意思說呢 那如果查詢到 這個範圍 那請問一下呢 你要這個 裡面的哪一個 欄位呀 那你想 他怎麼沒有查哪一欄 基本 vlan數會查 這個範圍的第1欄 也不會查第3欄 所以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我要查編號可以 可是我要查姓名呢 因為姓名在第2欄 除 如果你執意一定要用vlan數的話 那你就怎樣 查姓名 記得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把姓名辦vlan不就好了 vlan他真 沒有辦法 因為 如果你只會用vlan數啦 但是呢 你一定 姓名那很簡單 你就把姓名班兩個交換一下就好了 他還是一樣 那這個你要查的範圍在哪裡 在這個範圍 他一定會查d Colorindex 意思說 那可是我幫你查到002 一定是查d 第1啦 可是查完之後 帶d幾欄的資料回來 OK 那我要零嗎 所以基本上這個對照表裡面的d幾欄呢 所以這邊的話填上2 這邊有 習慣性 一般是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0 例如說 你的比對方式 是不是完全要一模一樣的方式 如果你就一定要找一模一樣 如果找不到 他就會產生那個頸 有沒有 開頭的叫NA 但是另外有個打尋方法 你如果輸入1的話 他 他不會出現找不到 他會出現說 他 最接近的 比如說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輸入0 先用0好了 我們先用0 OK 按確定 好 那我找到 那剛好提到要向下填滿 我現在向下填滿 因為這個沒鎖住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填滿 他可以一次幫我完成的話 當然第1個啦 這個 H3 鎖起來 因為等一下不能動 因為我一定只能查這個 這個範圍 這邊的話 我一樣 把他 30前面加 錢的符號 就按掉 那再來 3 填滿 3 變4 變5 有什麼方式 自己 自己可以往 自己幫你變 3 這個我想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可能要把公司複製 貼 改3 4 這樣可以啦 不過好像這樣比較 不夠有效率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達成 我想請 請各位先試著 第1個 下第2個 微軟數 我先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 到 到 到